大家好,我是谢萌萌 把豆腐倒进鸡蛋里 出锅瞬间变成一道经典美食 首先把买来的水豆腐切成两厘米宽的条 豆腐条切好以后 顶刀切成两厘米见方的豆腐块 豆腐块切得小一些 千万不要切得太大 把切好的豆腐块放入盘中 碗中打入三个正宗的母鸡蛋 下入精盐增加底味 下入胡椒粉去腥增香 用筷子把鸡蛋打成蛋液 把切好的豆腐块倒入鸡蛋液中 起锅烧热锅中加入少许的食用油 锅中油味达到六成热以上 下入鸡蛋液豆腐 这一步要把鸡蛋和豆腐完全的煎熟 用铲子把豆腐压平 这一步能让豆腐均匀的裹上蛋液 把鸡蛋和豆腐两面都煎制成金黄色 煎好一面翻过来煎制另一面 不会翻锅的朋友可以用铲子翻 下入少许的大葱花 把大葱花煎出香味 煎好的鸡蛋豆腐用铲子铲成块 鸡蛋豆腐块铲的大一些不要太小 锅中下入提前准备好的开水 这一步一定要加开水 千万不要加冷水 盖上锅盖 大火煮制三分钟 煮制时间到以后打开锅盖 这个时候锅中的汤汁已经煮制成奶白色 这就是加开水的效果 下入一把清洗干净的白菜叶 下入精盐增加底味 按照个人口味添加少许的胡椒粉 白菜叶用汤汁轻轻一烫就熟 千万不要长时间煮制白菜叶 撒上少许的香菜段 一道非常美味的白菜炖豆腐就制作完成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点一个观看 感谢观看